OK 点到了这一格 我们拿到其他函数 统计 Cup Blank Cup Blank 在这里 有没有 点一下它之后 把范围选进来 第一格点一下 到最后一格 按住训练键再点一下 这样子范围就进来了 有没有 确定 五个人 就是五个空格的意思 一二三四五 没有错 好 按住右下角 往后拉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会了吗 好 来 交给各位 把它完成 好了 又请你呢 准备到下一个工作表 下一个工作表 黑板 我要 先不用插 你现在有空间 我就不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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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金一千五 我沒有實力做 你以前可能 你以前那時候 我現在來挖心的樣子 那是補助金一千五 還是補助金一千五 那時候怎麼會沒有意思呢 那時候存在靈異師的狀態 所以是信物來挖心還是補助 怎麼都跟我講 好 OK 沒關係 我家買把公司招待 等一下我再講一遍 公司招待會不會這句話 待會我們還會送押心茉莉來 押心茉莉吃紙巾 來 你這樣透露出我去過那種特性場所 來 等一下我先去講 來 康美服是什麼呢 來 它有兩個 康美服就是 所選的範圍 所以 你要把範圍選到 好 第二來是條件 注意聽 不是條件式喔 條件而已 什麼意思 要嘛 大於 或者是小於 或大於等於 或小於等於 或等於 但是如果是等於 可能就不要打了 比如說 烤零分的人數 那 那個條件是個零 那這邊只要寫零就好 你不要打等於零 不用不用 喔 那如果好 統計 缺考人數 那範圍內 範圍內 範圍內 有打缺考的 就代表沒有來了對不對 那統計 範圍內 有幾個缺考 那條件就是缺考 那你在裡面打缺考 兩個字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要用雙銀號包起來 但是也不要打等於 不用 這樣知道嗎 所以 記住 像這個對而然 它要立的 是條件 不是條件式 而然是 條件 跟條件式 是不一樣 條件比如說大於等於60 這就是及格格 對不對 那 這就是條件 它不需要主角 條件式要主角喔 A1 大於等於60 有沒有 它要主角 這樣看懂了齁 所以 他們的對而然 只要條件就好 你給它大於60 或小於60 或是大於等於60 或小於等於60 類似像這一種就好 不需要讀一下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Cup in 我們看一下題目 好 ok 進到下一張 Cup in 這等下我講完 我再回去講那個1500的 來 他問你 各科 缺考人數 來 點到這個 好 我把它放在稍微放大一點 來 這樣子 這樣不會覺得太小 首先呢 各科缺考的意思是說 國文 只要有缺考的語律 都會出現缺考這兩個字 那 到底有幾個格子裡面 是有寫缺考的呢 好 來 我們點到這一格以後 其他函數點進來 統計函數點進來 請各位選 how if 這個 好 找到了 來 兩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 就是range 所以我把範圍選進來給他 這個範圍選進來給他 好 第二欄點一下 他要 為你缺考幾個 所以你可以 打上雙引號 不然雙引號不要打 你先打缺考 對不對 然後呢 到上面點一下 他就會出現雙引號了 條件 你可以用打的 或者 你懶得用打的 你去找一格 有缺考的格子 點進來可不可以 可以 要不要鎖 要 要 這次都回答很大聲 要 要 要鎖 因為呢 你公式複製過來的時候 他不能動 我們要就是缺考那兩個字進來而已 所以你看後面他自動就跑缺考這兩個字進來 好 鎖起來了 按確定 這樣會了 好 所以你要嘛 自己在裡面用打字的 要嘛去選那個有缺考的格子進來 但是記得要鎖起來 好 確定 按最後下角 往後拉 出來了 想會了嗎 好 那我會 底下的零分人數 就順便做一桌 好 那come if的 come if的函數結束啊 我們再來 講那個一千五的那個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 這come if的講了 我們要順便回到乙府去做那一題 還沒有做的那一題 對不對 好 就順便把一千五的順便講一講 來看一下黑看一下我們一幕 你要選 各科缺考人數算完了 各科零分人數來選到他 同學我請問你缺考算不算零分 缺考算不算零分 連零分的支補都沒有 直接就地就處決了這樣子 就地就直接砍了 好啦 假設缺考也算零分的話 那這一個要怎麼做 是不是除了零分之外 還要再加上缺考的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嘛 所以呢 所以呢 基本上呢 看你怎麼做 看你怎麼做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算零分人數嘛 先算純粹零的啦 格子裡面是零的 我們看有幾格 可以嗎 來請到怎麼做 點到這一個格子 最近用過的什麼 come if 好 range呢 一樣是這個range 對不對 幫我選到 好了 ok以後 再來點一下 打上什麼 零 對 打上零哈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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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進來 要不要鎖呢 想半天 同學好 要鎖 同學 不過就一個零 你要選格子進來 再把它鎖起來 如果你認為這樣很有成就感 那我也ok啦 我的意思是它就是個零而已 如果假設它只是個零 我建議你 你不要那麼麻煩 就直接給它零就可以 這樣拿起來 所以通常如果是打數字的 我都建議各位 就數字怕牌的 不要蓋 除非是打國字 那就比較困難一點對不對 我們才考慮去選那個格子 ok 來 然後呢 我們按確定 先確定 沒關係 同學 三 這個三個子裡面是零分的嗎 可是 假設缺考也算在內的話 那請注意看 這時候呢 你呢 到上面去 資料方面點一下 又該閃一閃 可不可以 加上什麼 加什麼 上面這個 缺考人數這個 把它點進來 按那個 因為上面這個是不是缺考的 他只統計缺考的 所以不就是我們要的嗎 哦 所以後面點一下 加上V20就可以了 算了解嗎 哦 Fent一下 那就是八個人 哦 總共包括零分的 包括缺考的 都統統計算起來 就八個 成會了哦 所以這個比較特殊是 零分的話 零也算 缺考也算的話 那麼他的方式大概這樣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把它解決掉 哦 來按住右下角 往後拉 就可以 那萬一 假設同學 哦 啊各位 知道後面就怎麼做哦 哦 啊萬一啊 今天的狀況是這樣子 來我把它刪掉 今天萬一的狀況 它是長這樣哦 假設沒有這一個 假設 哇 那怎麼辦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缺考人數的統計 他直接問你說零分人數 有沒有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做法又不同了 你先把零分人數先做出來 上面這個是點零的嘛 一樣 在上面點一下 打上什麼 加號 加誰 加缺 加缺考的進來 缺考的 所以你在加號打上去之後呢 再用一次的 加號 再用一次的 來做 好 這一次呢 一樣是這個範圍沒錯 但是 條件是什麼 缺考 對 缺考 我就直接打缺考 好 OK 頭上點一下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你看 零分的 有了 缺考的 也有了 兩個 相加 這樣懂得知道嗎 按確定 答案 一樣 是會是我們要的八個 這樣懂得 好 按數月下角 往後拉就可以了 所以 這兩種的做法 我就教給各位了 那麼呢 希望各位呢 你們可以自己 看看 哪一種 你比較熟悉 就把它完成 只要答案是對的就可以了 所以你有三種做法 一種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上面有缺考 直接加上面那一個 第二種就是 你自己有用兩個 把它合起來 第三種比較特別 第三種就叫合力做 好 可以讓我們忘記關起來 我想我要關一下 這樣可以了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因為我怕